他们在考虑 他们在考虑 这些东西是真正的 我认为美国人 没有关系这些艺术的航空 近期出现美国上空的 不明飞行物 让北美空房再现疑虑 但这个物体究竟为何 显然是大家更关心的话题 连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都来参一角 搞笑推文 要大家别紧张 只是几个朋友过来拜访 还用了外星人图示 然而就在美军战机 升空击落飞行物时 民众的疑虑依旧没减少 驾驶舱通话记录 一句看不清楚是什么 让美国不少民众质疑 这就是有外星生命 入侵地球的证据 再来从美国情报机构 2021年公布的报告来看 三月以来收到超过350份 关于不明空中现象UAP的通报 大约一半被列为至今无法解释 其实早在20世纪开始 美国到全球各地都传出 类似UFO的目击记录 夜空中出现发亮圆形物体 让人摸不着头绪 美国也曾有飞观站 看出来回应遇过奇妙飞行物的经验 我们看到了水 似乎在水中的温暖 或者转移 我们可以观察地摘取 我们所描述的Tic Tac 因为这就是这个白色的形状 不过最著名经典案例 还是1947年的 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 当时一篇报导刊登 找到坠毁的飞行圆盘 事后美国空军改口说 最后找到的 其实是气象观测用的气球 罗斯威尔事件真相成为历史谜题 然而背后舆论的不安 反映民众对政府不透明的质疑 也让美国军方决定 将飞行物报告公诸于世 这是美国国会办世纪以来 第一次举办不明飞行物听证会 美国五角大夏出面辟谣 强调这些不明飞行物 不会影响航空安全与国安 在去年10月 NASA更宣布正式成立不明空中现象 也就是UAP的研究小组 集结各领域专家 接下来为期九个月 要抽丝剥茧调查 不明飞行物的来历 看得出美国政府越来越重视 不明飞行物研究 但这一次的气球事件 资许透露不多 或许对外星人存在 深信不疑的人还是相信 这就是美国政府的障眼法 T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